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只因为这杨乃武第二人正令夫人亡故 这坊间呢更有流言蜚语了 说这个小白菜跟杨乃武啊 这回得了乙了 怎么呢 没人管了呀 小白菜的丈夫葛小大整日的不在家 这杨乃武的正令夫人呢 因为难产呢又没了 所以这前后院住着的杨乃武跟小白菜 这会儿啊就可以不分黑去白的一块儿 哎闷得着密了 正所谓的舌头根子底下能压死人 所以这葛小大夫妇啊 就搬出了杨乃武他们家 这才有了这个县长家的公子 恶少刘子汉 趁机啊就玷污了小白菜 上文书啊 咱们说的那个复杂的关系 您还记得吗 您要不记得 我再给您捋一遍 说这衙门里有个牙医叫阮德 阮德呢 有个好交男朋友的姐姐 就是阮桂金呢 这阮桂金呢 有一个拼头 是县衙里边管粮食的 县粮食局局长叫何春芳 这何春芳啊 平时啊 就棒着这个县他爷的儿子 狗少刘子汉 跟这刘子汉呢 算得上是朋友 这刘子汉呢 和他们家的一个女仆 始料不及被在叫什么 咱们就说吧 是一个小寡妇 这小寡妇啊 与阁小大小白菜家呀 是亲戚 他趁机呢 把小白菜勾引到他们家 这刘子汉呢 就借机强暴了小白菜 这小白菜呢 一是啊 惧怕强权 对呀 强暴他呢 是县长老爷的公子 再有一个 也怕传出去 自此以后 再不能抬头做人 再有呢 这小白菜的丈夫 阁小大 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主 在外呀 窝了窝囊 可是对媳妇啊 挺横 让他知道了呀 自此以后 也是免不了 天天要遭受 这丈夫的责骂毒打 所以这苦摊泪水啊 只能往肚子里咽 这小白菜呀 哎 一琢磨 忍了吧 按说这事啊 哎 要是你不说 我不说 应该是没人知道 哎 就有那嘴块的 这个刘子汉的 拼付这个女仆小寡妇啊 她有一个闺蜜 这闺蜜是谁呀 哎 就是这个县里著名的 那个软贵金软的奶奶 就是那个县梁荣局局长的拼付 哎 这俩女人呢 她气味相投 都属于是本县里边的狐狸 这有这么一天呢 这软贵金软的姐呀 哎 就把这事当戏气孩 告诉了自己的拼付 哎 就是何春芳 县梁荣局局长 咱们开书那篇就说 我这何春芳 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杨乃武啊 就曾经举报过他 说他呀 就用这个明代遗留下来的官仓恶习 叫林间梯湖 强抢豪夺老百姓的粮食 这人一听又喝 有这么码的事啊 这人就琢磨了 那既然刘子汉的你 能够占了小白菜的身子 那我也未成不可 于是就有这么一天 他贼着这个阁小大呀 他去了豆腐房了 他可就摸进了这阁小大的家 他进德门之后啊 跟这个小白菜说 大嫂子 小大在家吗 实际上他比小大呀 大的多 他这伙儿啊 三十多岁 小大呢 二十岁刚出头 这小白菜今年呀 十九 他一张嘴呀 就管这小白菜叫大嫂子 这么着叫 不是显着能套近乎吗 这小白菜一看不认识 说您是谁呀 哎 这何春芳说呀 我是县里管粮食的 找这个小大哥呀 有点事儿 这小白菜说呀 说小大呀 出门了 去豆腐房了 您要有急事儿呢 您上豆腐房去找他 没什么急事儿啊 哎 您改天再来 这何春芳说呀 哎 我倒没什么急事儿 大嫂子 您一个人在家呢 他行说呀 可就行着 把身子往这个小白菜的身边凑 这小白菜啊 哎 一看他往自己身边凑过来了 就往后躲 正躲着呢 这何春芳往前抢前一步 砰 就攥住了小白菜的手腕子 嘿嘿 一声冷笑说 嘿嘿 小娘子别躲 也别嚷 你呀 跟刘子汉那点事儿啊 我可都知道 你看呢 你跟一个人乐也是乐 你跟两个人乐也是乐 你们家小大三寸丁矮胖 跟小娘子你呀 是一点也不般配 我和这刘公子啊 我们哥俩倒着班的 时不时来会会您呢 也省着您闷得慌不是 小白菜一听 他的风言风语 这哪干呢 可是刚听完他的那些话呀 也不敢险叫 怕招来了街坊四林呢 这孙子往外一抖了 刘子汉玷污他的事儿啊 可就天下大白了 这两个人呢 正在房间里制伯着呢 只听外边啊 哐子一声 一脚就有人把这个房门踹开了 谁呀 格小大 也不那么寸 这格小大呀 往豆腐房走 还没出城 就掘着自己的眼皮的 突突突突之跳 抬头看看天哪 已然阴上来了 这么早下去呀 走不到豆腐房 雨就下来了 就得淋湿了 所以这才转回身 回来拿缩衣 这一拿不要紧呢 正赶上这何春芳啊 在欺负自己的媳妇小白菜 这格小大呀 从门外可就听见了 这事儿不用琢磨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有了坏人了 抄起了顶门杠 踹开了房门 这一棍子可就砸起来了 这何春芳啊 一护腾 一缩脖子 一回头 呦 人家爷们回来了 这格小大一看呢 认得 这是县里边 滚粮食的库里 是个官家 不好惹 可是这会儿啊 哎 这男人眼里啊 即便你是皇老爷子 我也得给你打出屎来 连骂带卷 带会舞着手里 这根顶门杠 可就像何春芳 吓了家伙了 无奈呢 自己身材矮小 也没占着什么便宜 这何春芳啊 独门而走 跑了 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啊 这衣衫还算整齐 看样子 也没遭到这 歹人的欺辱 经此一遍 这小白菜花容失色 这会儿啊 坐在床上正在哭泣 这葛小大呀 叹了一口气 也只好作罢 可是自此啊 这小大对自己媳妇的态度 就有所转变了 他觉着 没有一个巴掌 能拍的响的 你小白菜 要不招风引笛啊 也引不来这些 泼皮无赖 前有这杨乃武 与你的传闻 后边又有这个 何春芳上门调戏 所以媳妇啊 媳妇 你身上的毛病 肯定也少不了 这是小大的真实想法吗 也不一定 这就是啊 男人呢 有气解不出来 心里记了哥 他一时掰不开镊子了 钻牛角尖的想法 我估计啊 没有其他的事情 过个一年半载也就好了 可是啊 在小大生气的这个蛋 那小白菜可就不好做人了 这葛小大呀 时不时的就跟自个儿的媳妇掉脸子 结婚以后啊 这小大自知 自个儿的模样和小白菜呀 确实有些不搭配 所以自这个小白菜迎娶过门以后啊 对这个小白菜十分的温柔 这一下态度可变了 这葛小大再和自个儿的媳妇说话呀 哎 不是恨的就是吃的 冷言冷语的不说呀 还经常发邪火找邪肠 有一天早上起来呀 有人送了葛小大一些萝卜 好家伙 这一大筐萝卜呀 这小两口能吃多少 这小大说呀 你喜吧喜吧呀 切成块 咱们呀把它腌上 哎 正好赶上啊 这小白菜今儿个呀 有别的事 从早上起来一直忙到傍晚 就把烟菜这事啊 给忘了 到了第二天呢 这葛小大 从豆腐房回来一看呢 这一筐萝卜呀 还在堂屋里放着呢 这小大的火啊 蹬就上来了 先是数落 后是慢 这小白菜呢 抢白了几句呀 他急了 揪住这小白菜的头发呀 上去就揍 这两口子一吵起来 动静就大了 这小白菜呀 联想起最近自己受到的这些委屈 有的呢 还不敢明说 这一阵子自己呢 简直是暗其暗别 连个知心人 素素苦水都没有 正所谓呀 这泥人啊 他还有三分土性呢 这小白菜啊 一撩褥子 从这席子底下呀 可就把剪刀拿出来了 把自己的头发捋过来 咔嚓 就是一剪子 他跟那小大说呀 小大呀 小大 你天天跟我这样 还打我 那我还不如出家 他就坐了尼姑呢 这一下子 可闹大了 这婆婆呀 沈玉氏 还有这个 丈母娘 玉王氏 都来到了小大他们家 这俩老太太一来 没别的 先得吃的这小大 两口子打架 你怎么能够动手呢 风言风语的 本来就不可信 这何春芳啊 哎 跑到家里来欺负你媳妇 那是这何春芳是坏人 你也不能怨到你媳妇身上啊 然后呢 又紧的劝这个小白菜 男人嘛 听说这种事呢 心里总归是有些别扭 发点邪火 下回他不敢也就得了 咱不出家 这小两口新婚燕耳 说实在呀 现在这俩人结婚呢 还不到一年呢 吵这么两句嘴 就算是动起手来 也好劝 转过天来呀 这小两口算是和好了 这点事啊 就此不再提 有了何春芳这么一闹 我再加上小大超级顶门杠 来打了这个泼皮不赖 其他的坏小子呢 也就不敢的再轻易的 来到这葛小大 他们家骚扰小白菜了 也算是这夫妻两口子 因为这事啊 过了几天消停的日子 可是说呀 这两口子的日子 还真没消停几天 这祸事可就真的来了 夏天过去呀 转来秋凉 就在十月初七这一天 这葛品连呢 哎 就是葛小大呀 早晨起来就发现自个儿 身上不对劲 浑身发热 这俩搏了盖啊 又红又肿 哎 这小白菜知道他呀 平时就有这个流火风症 那什么是流火风症呢 我查了查呀 有人说呀 是卖管炎 有人说呢 是一种单独皮肤病 症状基本上就是啊 这皮肤红肿 发热 疼痛恶心 还伴随着呕吐 有这种病根的人呢 多是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 哎就会发生 您看这到了十月间呢 不证实这个夏秋之交吗 哎 这葛小大呀 他发作了 这小白菜一看呢 心疼自己爷们 就跟这葛小大说了 干脆呀 咱们这两天呢 告假吧 我去跟这个豆腐房掌柜的说一声 就说你病了 咱们得歇两天 这葛小大一听 说那不行啊 这不是别的事 做豆腐谁能替呀 谁又会呢 我要不去呀 这豆腐房这两天就得关门 再有了 这豆子前一天我都泡上了 那不是糟蹋人家掌柜的家东西吗 哎 这葛小大就这样硬撑着 还是来到了豆腐房 出八干了整整一天的活 到了初九早晨回家的时候 明显这身体可就不行了 据这葛小大家房东啊 哎 这个王新培 他的媳妇 也就是葛小大这个表嫂说呀 他早上起来啊 就看见这葛小大 低着头啊 从豆腐房往家走 双手抱肩是浑身发抖 明显是身上没劲 走道啊 都打了话了 并且呀 这嘴里时不时还发出 深吟之声 也就是啊 难受的之哼哼 进得城来啊 正好啊 有一个点心铺 他想啊 吃点东西啊 可能就能缓解一下 于是啊 买了一块粉团 是边走边吃 这块粉团呢 糟了糕了 他本来就虚弱 吃了点这粘东西 他又不得刻画 于是啊 他刚走到这学宫附近 了炉前边 这葛小大呀 扶着这个了炉啊 可就吐了 这些个情况啊 都是有人亲眼得见 后来上得堂去 都是有人作证的 回到家去 这小白菜一看 自己的丈夫病得不轻 于是赶紧把他扶到楼上 脱了衣服 给这个小大呀 盖成被我躺在床上 这小大还是不住的 一个字的哆嗦 声音不止啊 难受起来 扶着床还就吐 这碧秀姑啊 也就是小白菜说呀 说要不然我去给你 请大夫得了 这葛小大一听啊 拦着他说呀 哎我的病我知道 这请大夫呀 也不一定管住他用 你看呢 这有一千文钱 你呀 让我的丈人爹 也就是这个 小白菜的养父 郁静爹 他呀 跟这个城里的药行熟 你让他呀 去给我买点这个 东阳身 还有桂圆 给我煎成汤之后啊 我喝两碗 补补气 可能也就好了 这小白菜 看自己的丈夫啊 对自己的病情 这么有底 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就拿了钱 照着这个小大的吩咐做了 可是一下子 就坏了菜了 这两位药菜怎么样啊 好药菜 可是啊 跟葛小大不对众 煎完汤 葛小大服了药之后啊 混混沉沉的睡下 到了后面的时候 突然口吐白沫 是浑身抽搐 再怎么叫 这葛小大可就不睁眼了 这一下子 这小白菜算是 小妙着火 一下子慌了神 赶紧叫来了 房东王新培 这王新培两口子又出去 连夜喊来了 这个小白菜的母亲 玉王氏 和这葛小大的母亲 沈玉氏 等到这俩老太太赶来之后啊 就看见躺在床上的葛小大 紧闭双眼 是紧咬牙关 大夫已经来了 这大夫枕枕末之后啊 又翻了翻小大的眼皮 说呀 可能是杀症吧 于是就开了这个万年青萝卜籽 煎了汤之后 撬开了葛小大的牙关 给他灌了下去 有用吗 没用 到了下午三四点桌的时候 这葛小大撒手人寰 西方那是去了 这葛小大一死不要紧的 这屋子里边算是哭动天了啊 婆母娘丈母娘 再加上这么一个一双小寡妇 小白菜 那简直哭的是一个惊天动地啊 哎 这哭是没有用的 丧事得办呢 死人倒这了 赶紧得换衣服成练呢 这死者身世气绝 一双小白菜已经贪软在床前 动弹不了了 这会儿啊 幸亏啊 这葛小大的妈妈 沈玉是还在生边 给自己的儿子换好了衣服 这会儿 这葛小大的尸体 尸身正常 并无异样 这葛小大死的时候 正是十月小春阳 换句话说吧 多少的有点秋牢火 安当地的风俗啊 要停尸七日才得安葬 实际上呢 到了这个十日的夜里 这葛小大的尸体 就已经有些肿胀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伙就发现了一桩骑士 众人就发现 有淡淡的血水 从葛小大的口鼻 慢慢的渗了出来 那这会儿谁不干了 您还记得吗 这葛小大去小白菜的时候 没钱 就是他的干妈冯许师 帮助他一百四十块银元 看来呀 这干妈和这干儿子 关系真是不错 这冯许师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他心说不妙 于是就偷偷的 把葛小大的妈妈 沈玉士 拉出了堂屋 他说 亲家 我看这事啊 他有蹊跷 我干儿子平时啊 身强体壮 怎么就这么突然的死了呢 可是啊 他死了 死了算他命短 不过 这师圣口鼻出血 我看呢 其中是必有缘由 这才有下文书 沈玉士 当堂告状 献他老爷 定了小白菜一个 谋害 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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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父